另外来看到是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两栖侦察营俗称海龙蛙兵 是中华民国特种部队之一 明年都会招训两栖次的蛙兵 想要拿到资格很不容易 得要通过20周的严格训练 尤其最后一周魔鬼周最严格 考验这些蛙兵学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教官们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不过呢还是有很多人熬过了 成为真正的海龙蛙兵 动起来 动起来 你没了是不是 不只海上长泳 海龙蛙兵还要在水中学习障碍排除 包括水文侦测和操舟 都是海上的必须技能 最后一周的魔鬼训练 几乎是非人类的魔练 连续狂操五天四夜 不合眼不睡觉 身体和心理都进入最疲惫的状态 你没力了吗 你没力了吗 你先走了 你先走了 你站起来干嘛 你想放弃了吗 放弃 你想放弃了吗 剩下半条命了是不是 不是 放弃了 放弃了 那这几天 我们利用白天还有黑夜 反复的操作 磨掉这些人的意志意 我们要看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能耐 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 复合一个特种部队的成员 坚强意志力 还有高度抗压性的程度 20周的严格训练 一开始还有42名学员 最后淘汰到只剩14人 熬过最后一周符合资格 不少学员都曾经后悔 也曾经想要放弃 最后通过的都是秉持一个信念 坚强就能留到最后 1点是薛瑞文金门报道 1点是薛瑞文金门报道